伍丁统治下的殷山王朝发展石头迅猛 后来的人们称之为伍丁中兴 伴随着殷山王朝这次中兴的是大量的战争 根据史书和甲骨文的记录 我们得以了解伍丁时代的一些情况 但是呢 这些情况很难被系统性的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出来 学者们对这些问题正在激烈的探讨过程当中 所以我们在这个视频里的叙述 将不完全对应时间发生的顺序 精心表现一下这个时代大市场的状态 殷山王朝对南方长江流域的控制 从中商九世之乱时期就开始逐渐减弱 但是长江流域的铜矿 对于商人的青铜器产业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因此武丁对南方发动了战争 世间商宋里的踏笔鹦鹉分发金属 一般被认为就是对武丁蒸发南方江汉平原的描写 而武丁对南方的蒸发不止一次 商王朝可能在随少走廊地区分封了一系列的后果 在一次针对虎方的征讨行动过程当中 武丁的军队获得了胜利 在回师的途中 左军作为前锋 诅杀在争 中军作为主力部队 诅杀在鱼 右军作为殿后部队 诅杀在我 而殷山的军队在出征时 往往都是这种三军形态 先军时 左军在前 右军在后 抵达战场之后 左右两军配合主将所在的中军 摆开阵时投入作战 武丁南征的目标 大概是彭里泽西侧 长江以南的瑞昌岭铜矿 南征胜利之后 武丁的军队 带着从铜矿开采 融铸成的铜块 班师 这些铜块 被称之为黄铝 大概是黄色的铜金属方块 在武丁南征 及其之后的岁月里 无数的黄铝 从瑞昌岭铜矿出发 穿过汉江东岸 随着走廊的鱼 蒸等银山后果 经由南洋盆地 出方城山北上 抵达郑州商城 和北方太行山东路的印度 在银山的大型都会城市里 有所大大小小的铜器作坊 铸铜工匠们将黄铝融化 按照比例 加入锡 铅 等其他原料调制 制成一件件 崭新的青铜器 有些青铜器 在王室贵族们的日常生活中 祭祀仪式上使用 有些青铜器 被人装上牛车 运送到其他方国部族那里 换取各种难得的地方特色物产 而还有一些青铜兵器 被安装在各种木柄之上 银山的军队 装备着这些青铜兵器 继续正在四方 银山的都城 走落在太行山东路 为了保障王多的安全 山王必须保证太行山西边的部族方国 绝对忠诚于银山王朝 另一方面 如今的人们在内蒙古地区 发现了一些古铜矿 不知道 武甸大举证阀西北 是否有打通西北铜路的目的 武甸在为初期 曾经花费大力气 去征讨一个叫紫的方国 有观点认为 紫方可能在如今的山西 平遥和奋阳之间 后世战国时代的人们 曾经记录过 这一地区有一个大型湖泊 人们管这个大型湖泊 叫做赵渝奇 这个大型湖泊在后世 不断预设最终消失 我们或许有理由认为 这个大湖在武町时代也存在着 紫方就是在赵渝奇湖边 居住的方国 在武町看来 这个紫方非常重要 必须要把它拿下 武町曾经拥有三千人的军队 去征讨紫方 甚至一度领兵亲征 派前辅和义 前去捉拿紫方的首领 紫国 后来 紫国归顺了殷商 殷商王朝对紫方 使行了精密统治 紫国继续在原地 管理着自己的方国 并且配合武町对外作战 成为武町时期 最重要的将领之一 武町十分看重紫国这个人 会在占卜过程当中 经常询问关于他的事 紫国不会过来吗 紫国会过来吗 紫国来的路上会遭遇到灾祸吗 紫国是得了什么病吗 紫国的方国 紫国今年会封收吗 我要去视察秋收工作 要不要带上紫国一起去呢 紫国也会参与到殷商王朝的祭祀活动当中来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 紫国会参与到武町的军事行动当中 在战争中 紫国会率领左军 冲拿先锋 为武町的中军开路 紫国归顺武町之后不久 就参加了殷商对檀方的战争 武町本人清零前线 紫商和紫孝作为主要的将领 此时的紫国因为刚刚归顺不久 只能在战争当中打下手 而除了紫国之外 武町时期还有一个身份很特殊的将领 参与到战争当中 武町殷商中有过60多个后飞 而这些后飞来自不同的方国 他们能够代表各自的方国来到印度 万是在商王武町的身边 代表着这些方国和印商王朝 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商王朝派遣专业的使官 前往各个方国 而商王身边的这些后飞 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各个方国派往印度的使官 在这些后飞当中 有一个身份最为尊贵的人 就是商王的嫡妻 王后 武町殷商中有过三人王后 其中第一人就是富豪 富豪的好字 有的观点认为应该独作子 但大多数人应该还是习惯独作好 因此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本系列视频一律将其独作好 富是商王朝贵族女官的一种称呼 好或许代表着富豪出身 殷商宗室子姓家族 或者是某个叫做子的方国 作为王后 富豪在王宫之内负责管理祭品用牛 也负责总管祭祀活动 在王宫之外 富豪还会带领军队参与到王朝对外的军事活动当中 比如针对八方的战争 有观点认为这里的八方 唯一如今的山西省交省些附近 关于武丁蒸发八方的原因 目前并不清楚 在针对八方的战争当中 武丁领兵从八方的东面发起进攻 八方的军队被击败向西逃窜 然后就碰到了在西边 沿阵以带的富豪和纸国的军队 富豪、纸国、武丁带领的三次军队 一起展开了对八方的围剿 此外 有观点认为 西北方向的西人也参与了进来 这些西人习惯把头发梳成垫子 垂在脑后 有人认为 富豪墓中出土的留着垫子的御人 就是西人 西人长期向殷山王朝进攻白马 这次又参与到了针对八方的围剿当中 八方在商军其蜀国军队的围剿之下 最终失败 臣服于殷山王朝 除了针对八方的战争之外 富豪还参与到了很多战争当中 例如针对枪方和施仪方的战争 本期视频就不过多取述了 山王五丁对于富豪这个王后很重视 除了祭祀和征战以外 还很重视她的生育情况 在印历某年二月最后一天庚子日 正是仲夏时节 印度之外的农田里 人们或许正在为老干旱和蝗虫而担忧 而五丁此时还要担忧另外一件事 王后富豪的预产期到了 他让真人俏在古词中询问上天 王后富豪会生儿子吗 富豪一生中多次生语 五丁一直期待他能生个儿子 好继承自己的王位 第二天 印历三月第一天新丑日 五丁再次让真人俏占卜 王后富豪会生儿子吗 当天 富豪似乎是生下了儿子 在真人更的古词当中 我们得知 五丁亲自给这个儿子取了名字 叫做节 有观点认为 后来甲骨文中记载的小王 就是子节 小王是印商前妻 人们对太子的称呼方式 子节作为商王嫡妻王后富豪 所生的儿子 被立为太子是很自然的事 大事在五丁在位晚期前段 富豪去世 日明星 被称为比心 作为比心富豪的儿子 母丁的太子 人们口中的小王 子节称呼富豪为母心 有观点认为 富豪墓中五件刻有四母心的文字的器物 就是子节进宪的 富豪去世之后 五丁还举行了一系列的祭祀 给富豪配冥婚 冥婚的对象包括成汤 太甲 以及小乙 也许在商人看来 这样做就能让比心富豪在另一个世界里 被历代新宫保护起来 后来 五丁又有了第二任王后 去世之后 被称为比鬼 NG7在 五丁听信了后期的诋毁言论 将太子逐出了王都 太子没有五丁当年那么幸运 死在了王都之外 加古文资料显示 小王子节在五丁在位时期就去世了 日名 己 传世文献记载为孝己 后世的山王称呼它为 胸己 腹己 足己 但是 五丁流放自己的继承人 未必就全是听信残言的结果 足己 可能是和五丁在执政理念上 或者其他方面 产生了冲突 导致最终被流放而死 而即使真的有个后妈 在五丁面前说足己的坏话 我们也不能肯定 这个说太子足己坏话的后妈 就是鼻鬼 因为鼻鬼去世之后 五丁又有了第三个王后 傅景 后来的伤亡应该是他的儿子 从名字来看 傅景来自警方 有观点认为 警方的位置在穿越太阳山重要的通道 警行附近 也有观点认为 警方在山西南部地区 警行东部出入口附近 是傅景的封地 总之 这一地区对殷山王朝非常重要 而在这一地区的 岗城台西商代仪式中 还出土过铁刃铜月 铁刃经过分析为云铁铸造 镶嵌在铜月的边缘 有观点认为 这种铁刃铜月 就是史书中提到过的玄月 月代表军权 傅好的墓中也有随障的铜月 而傅景和傅好一样 也是一个能够领兵作战的重要将领 甲骨文资料记载 傅景曾经带领军队征讨过龙方 傅景去世之后 任免为雾 被称为笔雾 或者母雾 著名的私母雾大方点 就是他的东西 傅好去世之后 殷山王朝的战争行动 还在继续 而武丁初期任免的师饼 大致在武丁中期偏早阶段就去世了 任命为人 被称为富人 武丁曾经占卜过去世的师饼 会不会降下灾祸 后来接替饼担任师这一职位的 是另一个贵族 戈 戈可能在武丁在位晚期去世 武丁任命盘担任师的职位 盘也就可以称之为师盘了 甲骨文显示 师盘曾经曾罚过 鹏 龙 镖等方国 而师盘还深度参与到了 接下来的一系列战争过程当中 指国归顺殷商之后 穷方才来攻打指方 指国迅速派人前去印度 把战争的消息送到了武丁那里 然后自己就先行开展了 对穷方的作战 毕竟战争的前线就在自己家 武丁这边先在祭祀仪式上 把穷方入侵的情况 报告给先公先王 然后反复占卜 要和指国并肩作战吗 还是不要和指国并肩作战呢 最终武丁决定 带领军队亲自前往征讨穷方 还祭祀了先王 以及已经去世的父号 祈求他们保佑这场战争 取得胜利 指国在战争当中 带领自己的方国 与穷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并且曾经亲自带人取侦察的疫情 武丁的军队抵达战场之后 上军与穷方的军队列阵对垒 指国作为上军的走军统领 带领部队率先发起对敌军的突击 诗涵带领蜀国军队 配合协同武丁和指国作战 最终经过连续三年的艰苦战争 上军击败了穷方的军队 穷方的首领也被抓住 从此彻底臣服于银山王朝 此后的甲骨文里 再也没有过穷方入侵的记录 之后 土方向西入侵了指方 向南入侵了梅方 指国的军行奏报 五天就到了武丁的手里 而梅方国的首领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怎么样 他那个似乎是从顾祖国迎娶来的夫人 梅七族将军行奏报送到了武丁那里 这份军行奏报九天后到了武丁的手里 似乎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战争的规模不小 武丁把情况报告给星空迁王之后 经过战谱 最终决定带兵亲征 武丁和指国在战场上互相配合 最后成功击败土方的军队 土方参与势力逃跑 从此销声拟击 此外 史书记载 武丁对鬼方的战争也持续了三年 武丁时期的战争不止这些 涉及到的方国有40多个 本期视频不能一一列举 参与到战争当中的军事将领 除了富豪 富警 指国 石盘以外 还有 雀 虎 府 望城 紫商 紫孝 紫鱼等人 据统计 加古文上有记录的军事人物 有33人 而武丁在位59年期间 大小战争无数 自从今天产生了大量的战俘 其中大多数应该都成了奴隶 他们的经历 就成为武丁时代的另一个主角 我们在下期视频里进行讲解 我会让你来说 我最后一会让你去除了